然后针对这是一个表格的呈现 建议是把它改成统计图表的形式 来去方便让别人一目了然 所以我们要从表格改成直条图 直条图其实它这一套争议集 增加进来的一些小工具的功能 大概就只有十个图 首先横挑图 一二三 横挑图只有这三种 横挑图有三种 横挑图百分之百堆叠横挑图 群组横挑图 第二个直条图 也是三种 这样就六种了 六种 你懂横挑图应该就懂直条图 好 这三个 这家一种地图 地图你等一下都会讲 所以很快就可以把它讲完 那这边很多人很喜欢看表格 那表格又分有资料表 有矩阵有卡片 好 晚一点再来看 首先我们先画这一张 的直条图 直条图 就是 点选它 然后直条图 然后群组直条图 你就完成了这样子一张 直条图 从这张图里面 我们大致上看到几件事情 第一 第一 建议哦 你看图要会说故事 好 第一 我们可以看到 2018年高于2017年的销售额 好 那2019年高于2018年 2020年高于2019年 然后呢 因此我们可以说 它有销售额逐年成长 而且成长是很明显的 成长是很明显的